婆婆你快点吃啦 今天吃这么嘛 平时都说我催你的 今天怎么了 太阳从心病出来了 我喊了朋友一起来 编七彩神和蛋兜 七彩神 蛋兜 那什么呀 好啦 婆婆你快点啦 我还得收拾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小燕 你没事早点来我家 涛姐太阳要接小孩放学了 才能来 我们先坐 我已经在路上了 今天你几个朋友来啊 都在家里吃饭吗 应该都在家里吃 交我三个 对了 还有一个小孩 嗯 好 我出门啦 桌上的水果 记得照顾你朋友一起吃啊 知道了 婆婆 阿琳 你等下把火干完了 我把汤车还给你 怎么了 这两天我二媳妇没用 你女儿要用就拿去用呗 他们俩关系那么好呢 我知道 可是天气又这么热 生意又不好 每天浪费那么多水果 爱不路不走 不会啊 我二媳妇每次出汤都卖不够的 你女儿水果准备齐全的吗 很全该买的都有 那怎么会这样啊 对啊 又要买全 又要省成本 真的太难了 节省成本 你该不会买的都不是新鲜的吧 不会不新鲜的 都是打折的 不会坏的 做什么事都讲究方法的呀 吃水果到的人都很注重口感的呀 信不信心能不知道吗 有这么闲性吗 你好好想想吧 我先去干活了啊 小云 我来了 热死了 小云 你说七彩生还有当兜啊 就这个 我上小学都会编了 上小学是我们自己乱编的 这次我们是要送给春蕾的小朋友 你可得按照图纸好好编 就这 你还要看图纸 没搞错吧 看我的吧 你说说就你这点分数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天天下班 陪你做作业到那么晚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还愣着干嘛 赶紧写作业去 你教的和老师又不一样 我又不是老师 那能一样吗 涛姐 孩子大了也是有自尊心的 在外面你就别这么说他了 我也不想啊 你教作业心很累的 你看我都多久没读书了 马上就期末了 你说这成绩可怎么办啊 成绩不好 孩子心里肯定也着急 不要一直骂 我们大人找对方法 他就能是半功倍了 你也能放心做自己的事情了 小朋友 吃完水果赶快去学习吧 我们赶紧去编绳吧 嘿 比不比外 他背影 那么轻快 小月 你这编的什么呀 我怎么感觉街头会散呀 怎么可能 我小学都会编了 小燕 我说了要看图纸 再说我们是要做人的 要更往每一天 小燕 你这做得快散了吧 这得重新再编啊 妈 阿姨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那我再想想看 怎么重新编吧 哎呀 这按图纸不就好了吗 好了 你们慢慢忙啊 我去做饭 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啊 别再再爱 他个曾想过回来 嘿 醒过来 你很好 他也不坏 快快 磨干眼泪 看他花多美 路过人间 无非一瞬间 每段并肩 都不过是擦肩 大家休息一下 先吃点甜品吧 哇 阿姨 你连甜品都会做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就听小云说 你做的饭来特别好吃 没想到还会做甜品 哪有啊 真是夸张 天气热 你们解解渴啊 赶紧吃 这个要是拿去摆汤买 肯定很好买 不像我那个水果捞 实在卖不出去 对了 小云 那个汤车 我要还给你了 啊 怎么回事 你不是猜败几天吗 生意不好 就是浪费时间 这事我也听你妈说了 不要嫌阿姨啰嗦啊 做事情要讲究方法方式 不要为了节省城堡 而忽略了质量 就像做作业 一直做一直错 那就没有意义了 没错 做好每一步就有可能突破 嗯 我要好好想想 嗯 好了 大家赶紧吃吧 婆婆 你帮我弄一下那个杆子 它冻了冻了 阿师傅 你这哪来的招手 还能这样啊 嗯 晚上学的 很实用吧 实用是实用 就是有点废肉啊 婆婆 要创新要变偷 你看这能抓到很多呢 好吧 好吧 阿兰阿姬 阿兰姨 怎么了 你最近有没有跟我女儿联系吗 偶尔联系 怎么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站车我就抓了她联系 她就抓狠叫你让我别抓了 就回婆家不回来 好几天没回来 你这次又说什么呀 还怎么 就是这真真胎咋的 这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就开始说是生胎 这不是担惊妄意 你说这个干嘛啊 难怪她会焦虑 婆婆 我去看一下阿菜 可是我这个还没弄完 你去吧 我来弄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阿兰 阿兰 你也被给孩子太大压力了 生长生女都一样的 我不是怕她在婆家败前妻吧 可我听说她公婆都挺好的 没有要求这个呀 这个 我还是担心败前妻呀 你再担心也不要一直说啊 谁听了不烦呀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你还几乎回来了 跟我坐一坐 嗯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来看看你 你妈妈说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担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 阿兰 祝你来啦 溜溜真乖 那这个猪肉腑给你吃 谢谢阿姨 来就来嘛 还带这么多东西 这么破贝 不会 最近抖音688好物街 很多大牌好物价格都被打下来了 我团了一堆牛奶 纸巾零食 比平时划算了小几百 这么便宜 哪里抢到了呀 现在点评论区或走发经商场 全场满150925 满简再叠确 满300点80 快充 你真是太懂我了 这些真是我需要的 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憔悴了 上次看你精神都还好啊 你不知道 我最近天天睡不着 也不想走动 反的 反什么呀 你现在可是孕妇 更要好吃好睡 也要稍微运动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很焦虑 我们出去走走 散散心吧 你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也不是个事 好 我们走吧 溜溜 我们出去玩吧 好 走吧 阿兰 你这时候抓紧要干嘛啊 蛤 你这我女儿是怎么伤心焦虑啊 听着孩子还偏脚 我看就是吃不好的原因 我着急给他补补啊 你可打住啊 现在哪有人脚里没得吃啊 他肯定是有别的烦恼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原因有很多吧 可能是工作的烦恼 也可能是一下子有两个孩子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有什么好活 我们以前不只这样过来了吗 以前是以前 你可别瞎搞了 这么后茶 妈 我才点菜给他 嗯 心碎在所难眠 以为痛过几回 多了牺牲 连路过人间 照动的范围 说来惭愧 人只要有机会 就又沦陷 嘿 别再猜啊 大个层 想过回来 哇 好不好看 给阿兰 阿兰 你究竟怎么了 怎么这么焦虑啊 唉 你看溜溜 溜溜怎么了 溜溜还是挺黏我的 晚上要跟着我睡 我还担心另一个出生 半夜吵到老大睡觉怎么办 还担心没办法 像以前那样 对老大有耐心 你可以让溜溜 跟爷爷奶奶一起睡啊 我不想老二一出生 就让老大跟别人睡 对他不公平 唉 你这么想 确实会有点焦虑 怎么做都不对 而且有时候 想到那时候 生孩子痛 心里还有点怕 可是家伦都不理解 只是觉得我交情 唉 你也别这么想 想你开心的吧 老二出生了 溜溜最有半了 没事的时候 可以多出来走走 上上溪 传闹乔头自然子 嗯 唉 唉 别叹气 唉 这儿是谁拿得开 这应该是我妈送的吧 你妈妈很关心你呀 她一直很担心你 嗯 我知道了 我明天带溜溜回去玩 是 那我先回去了 溜溜再见 好 再见 保持人 我还能试试 吃饭 那你不 twisted 阿夏怎么样了 就是有点产前焦虑 她怕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带溜溜 还有工作分析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就是陪陪她 嗯 这个确实 得靠她自己调节 我们外人能做的就是多陪陪她 多聊天 转移一下注意力什么的 唉 她说怕痛 别人觉得这都是矫情 怎么会是矫情呢 女人生孩子本来就不容易 产前查后的心理健康很重要的 家人朋友更应该多陪把理解 嗯 希望每个妈妈都能好好的